来看看新闻网 当晚6点多发的一条微博 当晚他在武科松体育馆开个人演唱会 不知道他当时发这条微博 只是单纯的和歌迷互动 还是因为与世太大担心上众率 但结果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这条微博在之后会成为 今年为数不多的 转发超过10万条的内容之一 都说网友的创意是无限的 转发内容成了统一的 别等了 你自己先唱吧 网友队列整齐 一连几万条都是如此 除此之外 更有网友发挥自己的搞笑能力 比如 别等了 马上就游到了 别等了 还有八海里 别等了 船还没有借到呢 这样的搞笑回复满眼皆是 更有网友还独创了地名说 别等了 刚游到四棵松 就被迎头来的一个浪打到了两棵松 于是 萧敬腾的这场演唱会 被称为年度最倒霉的演唱会 千挑万挑 挑到了这样的日子 但是 萧敬腾在这么多评论里 并没有取消或者延后演唱会 而是继续等待 可能有人好奇这场演唱会 最后会有多少人去听 从后来拍到的现场照片来看 上座路依旧很高 可谓坐无虚席 他在现场的演唱也是十分卖力 看到自己的等待有了这么好的结果 萧敬腾也在现场一度哽咽 更与歌迷温情互动 感谢他们在这雨夜对自己的支持 首先 我知道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那么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因为天气不好 天气不好 心虚的味道 我也是这样 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可能 内裤都湿了 我希望我的音乐 最后这场在大雨中进行的演唱会 温暖结束 在散场时 肖敬腾还不忘发微博 叮嘱歌迷路上要小心 这就是大雨中 我们看到的等待之美 雨大淹水最大的困扰 就是路人被水围困 这些被困者里 当然还包括了明星们 当天下午 正在北京的潘伟博 就发微博称 自己被困在五环外的大雪中 还祈祷自己的爱车千万别炮坏了 除此之外 演员李小冉 歌手胡海泉 也因为大雨被困在了积水之中 不能动弹 被困住了 那也不能就这样干等着吧 胡海泉就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起了雨夜 带陌生人回家的行动 号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 遇到回不了家的路人 又顺路的话 就帮助这些陌生朋友 搭他们一段路 让大家都能够早日回家 爱心总是相通的 在明星们呼吁 大家带路人回家的时候 在北京机场出现了这么一群人 他们开启了双跳灯 整齐地排在了到达厅外 他们也是自发来接旅客回家的 而且在他们当中 不少人已经是速度 往返了机场与目的地之间 人了吗 没有 我刚站着 还不知道谁需要呢 有需要的刚刚别跟我客气 满足我一下 看这些东西出了力 没有人买这个 很多人买这个 没别的 就觉得大家有困难 然后所以北京人 还是应该过来帮帮忙的 对啊 这北京人应该坐的嘛 这么多人都在这补了 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不帮忙在家看着 也担心 你说这打个黑车怎么着 回也不安全 是不是 我出来就离得也见 就过来帮个忙 这算什么门是不是 对 因为都已经到半夜了 对 因为都已经到半夜了 还有很多人回不了家 所以都比较着急 车也挺感动的 因为解决好多困难 因为轻轨现在停了 那个机场大巴呢 又临时掉了人 机场大巴毕竟 它是来回转的少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爱音车队 当时我在执行的时候还说 这是什么回事闪灯来 他们说爱音车队 所以我们继续配合他们 尽可能能给他们安排 停车的位置 让他们赶紧拉走 这些双跳灯 在这样的一个雨夜 显得特别亮眼 更有了一种别样的美 除此之外 很多KTV和饭馆 都彻夜免费开放 让无法回家的路人 有一个可以避雨休息的地方 也温暖了这样的雨夜 在雨夜 这些明星和普通人的美 感动着我们 但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行动 让我们看到了爱心 还需要更多的宣传 当晚很多出租车司机 坐地起价 约来20元的路程 要价900元 更有胜者直接聚载 除了他们 还有些写管员 乘机在那些 被困在路边的车子上 贴了违章停车罚款单 更有些学者 在微博上写起了打油诗 大喊这样的雨来得很好 我们先不论这场雨 是天灾还是人祸 但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不和谐的一面 所以只能感叹 一场雨下出了 北京这座城的梅雨丑 但愿美能一直保留